原标题 这些老照片见证福州一百年发展史 太震撼了 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百年过去了福州依然傲然矗立着 二十一世纪 你二十多岁 二零一六年 福州年于台风登陆 二零一六年 封闭十九年的福州江新公园重新开放 二零一五年 福建第一条高铁和福高铁通车通车六月二十八日 和福高铁由福州始发的G5602次列车驶出车站 二零一五年 首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在福州开幕图片来自新华设计者张国郡设2014年的福州2013年 静安区竹宇村的陈氏大宅2012年古楼区太平街的火地庙2011年古楼区洪塘下径2011年东西口人行天桥被拆图片来自新浪福州2010年苍山区新拓街90年代你的小时候1991年福州双层巴士投入运营1993年的东街版货大楼以及夸张的巨幅广告 1993年东大陆上的福建省干部招待所90年代的云章百货公司位于中庭街主要经营百货 筹部兼营协贸 普特产品1992年福州建军会馆附近自南向北福看图开小青社1993年11月的福州台将福州老建筑团队攻图90年代福州的公交展台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在这里等货车90年代的温泉公园比起80年代的温泉公园在规模和设计上都上了一个等级 1991年福州开始启用双层巴士线路为火车站的江滨 这可是现在福州观光一号县的祖师爷 1990年12月红塘大桥通车 1999年的古楼区水部燕桥 1999年的马尾区军竹村1999年的台江区苍霞80年代爸妈 刚结婚80年代的你80年代的福州美女80年代的江滨大道上汽车总计南密 大家都骑着自行车80年代福州第一次有了出租车 能坐出租车的就是真土豪了80年代的中庭街上 只有自行车和行人来来往往85年 而54路街头也只能看见自行车的身影 1983年二路更名为51路 同时成为福州市首挑五轨电车线路 1983年五轨电车工程郡 福州成为全国第26个有电车的城市 80年代的五四路 高楼只有闽江饭店和外贸中心 80年代福州的依序机场 开辟了国内35条航线 每周210个航班 80年代的依锦房 80年代的格志中学校园 80年代没钱有高饼店的柜台 没钱有是许多老福州心中 好吃好点心的代名词 1986年的西湖飞红桥 1981年出版的福建交通首次的封面图 图中是东街口五一路的旧海关大楼 现在的海新大厦 图中应该是83年9月底开通的五十一路电车 1983年 那个五轨电车风靡的年代60到70年代改革开放和之前的时期 70年代末的油电大楼起 0年代的结婚照70年代福建省图书馆 原来在东大陆上 现已拆迁 1969年 福州出现了通道是公共汽车 脚接车 这种车在当时是一种流行 北京和广州也有 大概长这样 1960年的福州东街口市中心 1960年的福州台江解放大桥附近五十年代建筑遗址 五十年代行驶在东街口的公交车后面 还背着一个燃烧木炭的大波炉 1958年 福州街头开始启用国产公共汽车 木炭做燃料的车辆逐步退出 汽油车的时代开启 五十年代福州台江围口 邱吉明公图五十年代福州敏江码头 邱吉明公图1957年时候的南门都 据说画面大门里面的人数 就是现在南门十字路口 巨大的那颗四十年代老影像1946年 福州白塔1946年 福州瞭望塔1948年 福州郊外的乡村1948年 福州郊外乡村的儿童1948年 林森县金敏侯县的乡村国民学校 1900年到1939年代 生活百态 1917年的马尾罗星塔 1911年到1913年 从白塔上俯瞰福州城 1911年到1913年 福州 婚礼上的平民金娘 1911年到1913年 敏江上的小船和石桥 1911年到1913年 南城门附近 1911年到1913年 福州平原 看上去一马平川 没有拥挤的高楼与大厦 1907年的虎丘地组合 它比小虎队早了八亿年 B.S.U.P.E.R.T.U.N.I.O.R. 早了九八年二十世纪初的虎丘地六人组合 一是吴山顶九人组合的缩减版 不知道能否找到他们的后人 1907年的福州 展现老手工艺之部 1907年的福州街边小吃 指认着左边是油条 另外两种小吃水桶的福州 线面设于约1915到1920年 大家应该对这个手工活不陌生吧 原来这么早福州人就毁了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吃线面 1918年大虎就开通了首条公交线路 车是木制车 公交使途已经找不到了 大概可能是长这样 1911到1913年 年 福州 滅江上的山东船 1915年到1925年 福州的步行街 1917年到1919年的福州大街 西德尼甘博社 福州老建筑团队公图名国时 西德福州台江中平街 刘祖罗公图 1900到2016年 百年的时光一瞬即逝 可老福州却带着它的历史沉淀 以崭新的姿态通过福州速度 诠释着中国的发展 一张张老照片是不可磨灭的记忆 更是方针变得越发美好繁荣地象征 我的大福州 将会越来越好 文章来源 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 请您告知 综合编辑 掌上福州 传载使著名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